現任副班漢將副領隊 永遠在臺灣巨砲陳金鋒 對於公益活動一向是不遺餘力 本次受到電腦廠商以及家福中心邀請 擔任數位科技公益大使 為偏山兒童募集物資減少數位落差 很多的小朋友沒有電腦 那弱勢孩童或者偏鄉的小朋友 那使用電腦的距離會比較少分 甚至沒有擁有這台電腦 那希望透過這次的活動 來幫助他們擁有一台全新的電腦 然後能夠去學習到怎麼去使用電腦 然後對他們的未來的將來 會有比較好的幫助 副班漢將修賽季找來前桃園總教練 洪一中接掌兵符 並授予洪總充分權力 如此一來可能會對陳進鋒 現有職務造成影響 外界也因此一度傳出陳進鋒 可能不續約的消息 不過對此鋒哥表示 經紀人已在漢球隊洽談合約當中 未來職務則一切以球隊安排為主 這個問題是交給經紀人去討論 那我本身是沒有去設讀 因為我不去談論合約的事情 那未來的工作是什麼樣 當然是由經紀人跟公司領隊 去討論合約的內容 我相信有一個結果以後 他應該就會公佈了 不管做任何改變 都是為了球隊更好更進步 那怎麼去做 我相信領隊有他的想法 那也有他的規劃在 所以其實就等規劃出來 就還是盡最大能力在幫助球隊 不管是任一個角色都一樣 坦言已在跟漢將洽談新合約當中 陳慶豐新球技 續任漢將職位的可能性 是更加提高 強調自己無論擔任何種角色 都會全力幫助球隊進步 新球技陳慶豐和習日主帥洪怡中的合作 會擦出什麼火花 相信會引起許多話題 RT新聞採訪報導 霧 霧 霧